最近在欢迎通过四年四千两百亿的前占纪委 对处管理在面前就表示 希望中国能够重心来调整这个纪委内容 不仅仅有中市铁路的建设 亦够力量发展丁丁 也会多多中市典型的基礎建设 亦够青年冲函报做这部份 这都是亲像南岛馆这种比较平坡的关系 最够需要的 前段基礎建设特别丢了 最近在地欢迎林思辉通过 对处南岛馆党人民前任委 前段设备报做的内容 像建设铁路搭造宽布的绿能三业政 对南岛馆这种比较平坡的关系 可以说没什么帮助 其实铁路方面在大都会期 可以说交通已经够方便了 那么在我们的偏远县市 这种计划 把这个投资 还是因县市的不同 要有所改变 所以我是认为我们这个前瞻性的建设 要让人民得到真正的福祉 让人民能够赚到钱 而且这个地方的建设 说实在的比铁道更为重要 南岛馆因为欠款经费 企业白水跟道路建设不足 这大好一来 不是站在这水 就是道路迫起没法走 这种基础建设的经费 也相当重要 另外因为南岛馆 习惯说都习惯 每个少年人都外流 去桌市发展 保住青年创业 就业定经费 也需要比中心 我们还对年轻人的一个鼓励 让他们如果来帮助他们 能够有赚钱的机会 来协助他们创业 这个经费都需要 来政府来协助他们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实质的效益 尤其现在年轻人刚踏入社会 要创业 所以说是非常坚困 如果我们政府 能够提供一些 这个无息的资金 来协助他们创业 这样才能够实质帮助 这些年轻人 前瞻结尾是政府负责 来办理的建设 管队里面前认为 中佣金应该将发展的重点 抗体经济发展 提升民众的收益 希望如果是都市地区 我们没有管理参业发展 也能受到公平的对待 记者习近平 参与报道